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济上的支出现在已经开始感到了压力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持续恶化 为了控制这个香烟能够真真正正的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说将会利用经济的杠杆来控制香烟的销售 因此烟草税率肯定会继续提高 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宣布从5月10号开始大幅的提高烟草消费税 将卷烟批发环节从价格税率由目前的5%提高到11% 全国政协常委广东省卫生厅厅长姚志斌认为 我国虽然在09年曾经按照价格类别调整过烟草税 但是只是针对高档香烟 部分中低档的卷烟价格不升反降 对于烟民数量未产生减少的作用 因此烟草税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没错,我们举手和举脚都支持这个国家提升烟草消费税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些不吃烟都要吸二手烟非常之不健康 何况这些吸烟是有害健康呢 但是我问了一位长期吃烟的朋友 他就说其实这个提高消费税对于一些吃烟的人士来说 没什么太大影响 因为他们可以选择这个电子烟 他们的电子烟价格又低廉 而且又可以安全 令到吸食者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 到底这个电子烟是从何而来的呢 是不是真的那么健康呢 大概在十年前 中国首先制造出电子烟 本来是销往外国 但如今已经充斥于国内市场 调查员发现 在国内几家大型网上商城 可以轻易买到电子烟 商家打出戒烟助手健康无公害的招牌 一时间电子烟备受烟民的关注 销路甚广 而据统计 去年电子烟在网上销售额高达5亿 这个电子烟的销售额真的非常之惊人 有媒体分析 就是随着这个消费税不断提高 选择电子人就会越来越多了 究竟这个电子烟是不是真的 属于商家所说既安全又健康呢 我们今天决定调查一下 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的宣传资料 商家大肆宣传电子烟的好处 而光内外的一些研究结构就提出疑问 认为电子烟潜在很多的风险 随着电子烟市场的不断扩大 搞清楚电子烟是安全还是有害 亦就越来越有必要了 没错 我们肩负着调查电子烟是不是真的安全的重任 但是我们就想知道街坊到底怎么看电子烟 和怎么对待电子烟的 我们立刻调查一下 有没有听过电子烟 有啊 没有 听过的 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啊 没有 没有 听过 没听过 有 你觉得电子烟好还是全同样烟好 哦 应该电子烟好一点 全家最好 我不吃烟 所以没什么了解 我们不说人 不知道 人体来讲 这个传统还是有害吧 我觉得 还是可能电子烟的话呢 会过于一下 听说应该会有效果 但自己没试过 那肯定是电子烟吧 不过我都不提倡大家吃烟 肯定电子烟好一点 那你觉得电子烟有没有玩意吗 呃 应该都没有吧 因为不会吸烟肺 对身体没有迷上去 肯定会有 都是烟吗 都有的 那如果真正有人拿电子烟的戒烟 你觉得电子烟戒烟会有效果吗 呃 没试过 但如果是有的话呢 我可能会尝试一下 嗯 我觉得没效 因为戒烟是戒心理来的 但你吃戒烟的话 其实都是 内心都没戒到那个人 没有好搞的 我介过的 各位街坊对电子烟有着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就认为 电子烟是高科技产品 应该是无害的 但有些街坊就认为 电子烟一样是烟 会对吸烟者和其他人有很多的危害 那各位观众 我手上拿着这只电子烟 传说中的电子烟 你看它真的做得好像跟真烟一样 那到底它里面的构造是怎样的呢 简单来说 电子烟是一种低压的微电子烟物化设备 主要是盛放烟溶液的烟管 蒸发装置和电池三个部分组成 使用的时候通过加热具有烟草香味的溶液 也就是俗称的烟油 令到它冒化成为烟模状 这样就可以令到和食烟一样吞纹吐木 所以我们清楚地知道 烟油是电子烟的关键组成部分 没错了 有了这个装置之后 大家想食烟的话 就要从这个位置摘入这个烟油 使用者吸食这个物质 其实就是烟油的物质来的 如果想知道这个电子烟到底有没有危害 我们首先要从这个烟油入手调查 烟油是电子烟烟弹使用的一种液体 它和传统的香烟不同之处在冤 它没有焦油和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 它主要是在网上售卖 品种多样 有国产的 也有进口的 真是令人眼花缭乱 它的价格亦都比较元素 从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统统都有 一般来说 有些商家就将它们分为两大律 一种是不含有尼古丁的 一种是含有尼古丁的 在市面上很多商家都标明了 明明白白写着 哪些有尼古丁 哪些没有尼古丁 在乎于消费者如何去选择 当然了 现在市面上 是不是标明有就有 标明没有就没有呢 我们一约去调查一下 就知道这个结果了 尼古丁是烟草当中 令人承认的主要成分 在检测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尼古丁的相关介绍 调查员从淘宝上面 几家销量较好的店铺当中 买了价格分别为10元 38元和60元 并且声称不含有尼古丁的烟草 送去检测 结果会是怎样呢 经过检测 我们发现 1号烟草含有80毫克的尼古丁 2号烟草含有143克尼古丁 3号烟草含有218克尼古丁 经过调查 我们发现 吃电子烟的人 平均半个月消耗一瓶的烟草 而按照检测结果 一瓶20毫升的烟草当中 含有218毫克尼古丁 换言之 平均每日涉入尼古丁大约15毫克 而一包烟含有尼古丁为40毫克左右 而据调查 中国烟草平均每日吃10支烟 一计计下来 吃电子烟真的比传统的香烟 涉入尼古丁的量是要少的 换言之 电子烟对比传统的香烟 其实危害是否减少了呢 因为电子烟和传统的香烟材料是不同的 而且电子烟就不燃烧 避免了传统的香烟里面一些有害物质 例如焦油和一氧化碳 这样是不是说电子烟就健康呢 我们今天立刻调查一下 看看电子烟除了烟油里面的尼古丁之外 还有什么有害物质 除了尼古丁 在试验当中 我们还检测出烟油当中含有二金醇和亚绍安 亚绍安是一种自然物质 亦都存在于传统的香烟 而二金醇即是传统香烟当中没有的成分 它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二甘醇国家规定是不允许用于化妆品 的食品和药品中 因为二甘醇它在口服以后 会引起腹泻 呕吐和腹痛 那么主要省上的是人类的肝脏肾上 以及神经系统 哇 原来二金醇是有毒物质来的 那为什么会出现在烟油里面呢 专家就说了 製造商会在工业溶剂二金醇代替甜味剂金油 已达到一种可厚的感觉 这个也是商家的一个墙头来的 哇 原来烟油里面有一种这样的有害物质 在我们试验当中就发现了 烟油里面含有90%的丙耳醇 那么到底这个丙耳醇又是什么呢 我们请教一下专家来指讯一下 那么最近几年呢 盛行一种电子烟 那么电子烟它的全称是 电子尼古丁 电子尼古丁传输系统制品 就俗称的电子烟 那么电子烟 它显然就没有传统的卷烟这样子 有那么多的烟雾燃烧 于是厂家呢 就会通过增加一些增湿器 通常就是使用了大量的丙耳醇 使用了丙耳醇以后呢 那电子烟在这个蒸发的过程中 我们的吸烟者就会有一种吞云吐物的感觉 它是为了使这个吸食电子烟更为形象 更为逼真是为了这个过程 那么许多国家呢 都已经是禁用了丙耳醇这样一种物质 在我们的食品添加机房中 那么说明它是有害的 原来这个吞云吐物都不是这么轻松 都要付出代价的 那么到底电子烟还有没有其他的危害呢 同时由于电子烟在运行过程中 这个温度加热的速度非常快 它还会产生一种叫鼻吸泉 这样子的一个剧毒的物品 鼻吸泉作为一种化学油质 让它吸食过多的时候 直接就可以产生上呼吸道的炎症 导致咽喉肿痛 肢吸管炎 如果说泄露过多的到下回到 甚至于会产生肺水肿 那么这肺水肿就会成为 就是导致人们呼吸严重困难 这样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状态 好 看到这里 我相信各位观众 大概都明白到 使用电子烟的人士 他面对一些问题 当然了 亦都相加了 亦都有一个噱头 就是说减少你旁边的人 吸食二手烟的危害 到底这个还有电子烟有什么问题 说过之后继续回来调查 在卫生部的数据 中国每年死于被动吸烟的人数超过10万 被动吸烟的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和儿童 虽然他们自己并不吸烟 但是经常在家庭、公共场所 遭受他人的二手烟 除此之外 职场和会场等等 也都经常成为二手烟氾滥的场所 虽然没有直接吸食香烟 但是呼入体内 仍然对身体造成危害 甚至比吸烟者的危害更大 对于吸食二手烟的危害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也有很多电子商家都用这个来做噱头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很讨厌吸食二手烟 而且电子烟燃烧的时候 避免了吸食二手烟的危害 而且会散发一些香气出来 令到人没有感觉那么刺激 到底这个电子烟是不是真的没有二手烟那么有危害 以及是不是非常健康呢 我们立刻调查一下 为了验证电子烟是不是可以避免二手烟危害 我们找来四位自然者 专家说要想知道烟对人体的影响 最直观的做法就是看看香烟吸入者的呼吸度阻力 是不是会增加 所以我们先来测试一下所有人的呼吸度阻力 然后我们先要两名吸烟男自然者 经过检测我们发现 无论是主动吸烟者还是被动吸烟者 他们的呼吸度阻力都会有所增加 看来电子烟也会有二手烟的危害 经过我们的试验 我们得知其实电子烟都有吸食二手烟的危害存在 但是通过我们随机的采访调查当中 我们发现一些朋友就说 其实它吸食电子烟是非常健康的 因为这个是他们戒烟的其中一种方法 而且是有科学的原理的 就是叫做尼古丁替代法 尼古丁替代法是一种以非烟草的形式 小剂量安全性好的尼古丁製剂 取代烟草当中的尼古丁 它的量少于吸烟者所得 但足以减少戒引症状 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戒烟者尼古丁的涉入量逐渐减至最低 进而克服食烟的习惯 达到戒烟成功的目的 而电子烟戒烟采用够是尼古丁代替疗法 原理很简单 就是采用尼古丁含量从高到低的烟液 最后令人逐步摆脱对尼古丁的身体依赖 实现戒烟 通过刚刚的实验我们得知 其实电子烟里面的烟油的尼古丁含量的确比较少 到底这个电子烟是否真的有效 令到我们戒烟呢 为了验证电子烟戒烟的效果 我们请来一位烟引比较大的自然者 帮我们做一个实验 好 旁边站在一位自然者 现在我们见到的当然是使用这个烟灵 你好 我想问你 你吃烟吃了多久 都有五年 都有五年 那你吃烟的频率有多高 可能一天一包烟 一天一包烟也有多 那你有没有想过戒烟呢 有想过 那我今天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你 我们邀请你试一试这个电子烟 听说过吗 有听说过 这个可以帮助戒烟吗 因为可以减少对于尼古丁的烟奶 因为我面前放着三支的烟油 它有分别不同的合量的尼古丁在里面 它会帮助大家慢慢对于真正烟 有一个减少对它的依赖 那我们就会接下来给你 每天的时候试一支不同的 然后试完之后 看效果完好 这个怎么用 这里很简单的 首先我们要抹一下它 然后就在这里订阅这个烟油 嗯 这个 对 然后就再盖上去 然后就这样吃 很简单 那就交给你了 然后我接下来给镜子尝试一下 可以吗 好 调查员千辛万苦 又通过检测机构检测 终于确认买到三种尼古丁含量 从高到低各不同的烟油 然后等自然者尝试戒烟 第一天等自然者吃一毫烟油 它的尼古丁含量是10毫克 然后第二天再吃二毫烟油 尼古丁含量为6毫克 第三天等自然者吃三毫烟油 尼古丁含量只有2毫克的烟油 三天时间过去 我们先来问这位自然者的感受 我觉得吃完 吃点子烟 我个人感觉好 反正我吃完之后 我自己还想再吃其他好的烟油 而且我吃的时候 感觉是有一些烟油 有一些烟油 而且我吃了很多日之后 感觉很咳 所以我觉得 我不是比理想 看来自然者对自己的电子烟 并不满意 我们再看看烟油的使用情况 1号烟油只用了一点点 2号烟油使用了几次 烟油用的量比较多 3号烟油几乎用了一半 我们继续一下 这位自然者为了满足烟忍 每天都需要吸取差不多相同量的尼古丁 似乎没有戒掉尼古丁的引帮 那专家又怎样看这个结果呢 许多的这个电子烟的厂家都推崇自己的这个电子烟是不含有那些有害物质的 里面仅仅只是尼古丁 因此呢 当他逐步的减量的时候就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戒烟手段 实际上现在没有任何的大量的数据 证明他可以作为这个戒烟手段 而且我们在临床上在最近一两年也接触到了来到我们接门诊咨询和就医的这样的患者 那么这些患者分分都反映说这个电子烟用于戒烟手下 原来这个电子烟戒烟虽然原理上看上去是好科项 但是真正实践起身还有一定的缺陷 因为主要控制尼古丁含量是需要强大的意志力 专家还说要证明一个物质是否可以帮助戒烟隐 是需要大量的数据和漫长的临床试验是在确认 而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科学数据证明电子烟是一种有效的戒烟办法 没错了 经过我们的实验和调查之后 我们对于电子烟真的要多加打起精神和要多加注意了 因为国家在教组之前都没有明文规定 对于电子烟的监管和管理 所以令到很多的电子烟随处可见 甚至要流入到中小学生的群体当中 类似的事件央视教组之前都有报道过 最近有许多家长反映说他们发现不少的中小学生 在下课或者放学以后会聚在一起吸食一种物品 常常是三五成群 看起来是吞云吐雾 好像他们吸得十分像香烟 那么这些疑似香烟的物品的来源 是在学校周围的杂货店或者是文具店 那么我们国家的烟草专卖法是明确规定 国家对于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依法实行专卖管理 所以说这些在杂货店和文具店销售的肯定不是香烟 那到底又是什么呢 我们去看一下 上面几张图片就是广东 江苏 山东等地学生 在吸食疑似香烟物品的画面 为了弄清孩子们吸食的究竟是什么 记者前往了广州市海珠区的一所小学调查 经过打听 记者在校门口的一家杂货店里 发现了这一新鲜玩意儿 原来这些孩子们吸食的不是香烟而是电子烟 据这位店主讲 电子烟的销售情况不错 现在在校园很流行 是抢手货 记者随后又在陕西 山东等地调查 发现电子烟的流行并不是个别现象 在陕西省西安市七十中校门口的一家文具店里 当记者问起是否有电子香烟出售时 店主立刻从地下的一个塑料袋里掏出来了几根 据报道 除了广州之外 其实全国的中小学山的群体里面 都说多啊少都有使用这个电子烟的情况出现到 那到底这个电子烟对于我们社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电子烟其实它可以成为青少年的一种米古丁的入门产品 我们都知道吸烟的人成瘾就是因为米古丁成瘾 那么从来没有吸过烟的青少年 如果他们去吸电子烟的话 同样会米古丁成瘾 所以说实际上电子烟的出现 是增加了米古丁上一个的数量 尊雅还说有关电子烟对人体危害的研究 还处于初步阶段 但它的潜在危害是有目共倒缸 但如果市场监管继续缺失的话 它的负面影响还将会继续廣大 所以希望政府部门及时却取相关措施加强监管 没错 电子烟并不是商家所说的什么戒烟神器 那到底如果真的想戒烟的话 有什么措施令到我们可以成功戒烟呢 那么我们一直是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所推行的三大类七种方法 药物辅助是三大类七种方法 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心理干预 那么我们发现最好的措施 仍然是加强患者对烟害的认识 然后治疗他的心理障碍 因为不少些人群 他还是存在着潜在的焦虑和抑郁 那我们应该用心理辅助的方法去向他解释 在戒烟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会面临着焦虑和抑郁 那我们也可以应用一些药物 帮他战胜这个焦虑和抑郁 同时呢 我们也配合一个戒烟药物 戒烟药物世界卫生组织的三大类七种药物 一个就是尼古丁替代 那尼古丁替代的这些 这些药物的含量都是很低的 他通过贴片 口胶或者是含片 每天扫上的 这个替代作用也都帮助了不少的患者 能够成功戒烟 同时呢 另外的两大类药物呢 就是一个是抗抑郁药原生 一个呢就是一个新型的 双通道作用的这样的一个戒烟药物 叫做马尼克兰 商品人叫做畅肺 那我们感觉这三大类七种药物当中 我们是可以针对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依赖程度 不同的合并的疾病的状态 来选用这些药物 其实都是可以大大的提高 我们这个烟民的阶段 阶段率 这些方法呢是不断的被全球 许多个国家的大规模的科研数据所证实 他们是具有这个 我们被称为在巡政医学的顶级 顶级证据叫做A级证据 或者叫做强烈推荐的这种证据 可以帮助我们这个 愿意戒烟的这个烟民 可以帮助他们大大的 减少戒烟过程当中痛苦 同时提高这个戒烟成功 没错了 看到这里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到 电子烟的相关问题了 吸烟有害健康 假如大家想戒烟的话 要做这个持久战的打算 贵在坚持 才会最后取得这个成功的 我们今期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大家有什么最新的情况 或者想活得生活上面的小知识 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生活调查段就可以了 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